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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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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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伪装身份的复制人 在维恩堡 铁皮和旧物车正在试图解救深入虎穴的Jimmy以及才子 第二阶段正在进行当中 画面一转 故事开始 这个地方正是临海选布莱斯尼亚共和国 在雪地之上一只大脚踩着秦天柱大哥 这个人正是威朕天 而他是挥起自己的左臂向前方的汽车人们进行一个叫嚣 听我说 汽车人们 秦天柱已死 这漫长而痛苦的道争 最终胜利是属于我威朕天的 你们要不臣服于我 要不跟他一个下场 而在前方正是费特爵士和秦天领 费特表示这不可能啊 爵士告诉他 你已经看到了 秦天柱已经昏死过去了 秦天领说 我们来的太晚了 秦天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悲伤 也是非常的愤怒啊 表示 就他已经完了 但是为他报仇还来得及 还不完 这时候秦天立刻进行一个坦克 现在变形是向前进行一个攻击啊 表示 吃我一炮 而这个时候威朕天是直接扛下这一炮啊 跟他们说 你没有清楚 这种攻击对于我来讲没有任何的感觉 而这个时候 秦天领和爵士也立刻加入了战团 向威朕天进行一个无情的火力倾斜啊 秦天表示 说老王国爵士咱们一定要将他进行干掉 而爵士表示 怎么干啊 以前咱们可没有准确的评估 咱们这次的胜算啊 签顶 咱们这次好像得真的拿出点真家伙了 而另外一方面 警车和热破 这个时候已经抓住了复制人 警车是联系签顶 是问他们那边的情况 但是在这个沟通频道里面 他是听到了这个撤退老王国 不 我们必须建立到第一道方向啊 他真是 而这个时候 警车也是表示了啊 他不好 威朕天是依靠13号矿提升了他们的实力 他一定会将他们进行一个逐一击破的 而这个时候 热破跟他说 说我们还等什么 上吧 警车 咱们出发吧 警车派了一下热破的肩门 表示 不 你得留下来给夜巡发信号 让他准备好轨道跳跃 热破说 什么 没门 这个地方需要我 警车说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复制人的基因模板 否则我们为之战斗的一切将会化为炮影 热破说 可是 警车接着说 没有可是啊 是你抓住他 你就把他看好 我不一定比你的关机更高热破 但是这个事我管下去 你得听我的命令 你要执行我的命令 马上执行 这个时候警车立刻进行一个变形 表示 绝世清零 我来了 大哥 你要坚持住 不要死啊 坚持住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 大哥请天助一眼躺在雪地之上 面色铁星 然而在他胸口的火花的内心深处 仿佛产生了这个声音 不会死的 我 我游离在生和死之间 至少我希望如此 从未有过如此经历 从未这样的平和 从未这样生死未博 就在我游离于异度空间的时候 我的意识正载入到车厢上的二级存储器中 我并不孤独 这个时候前路大哥仿佛在一个虚空当中 而背板仿佛是一个宇宙的星空 又仿佛是集成电路板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时常浮现在脑海 熟悉而陌生的影像浅入到这个空间 我感觉他正观察着这一切 秦天柱想 仿佛这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都像在砧板上的鱼 放在他面前 接着他注意到了我 这种不可言喻 难以孤量的恐惧将我俘获 如同死亡宣告者的凝视落在我的身上 他认识我 而我也认识他 好 这个地方出现的影像将会在之后 咱们《秦天柱传》里面将会提到这个影像 而这个影像就是著名的震天威Nova Prime 震天威是其身的第二位领袖 他将涮的气质人是反抗五面怪统治的暴政 并且将五面怪是逐出了赛博坦星球 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 画面来到印尼亚州的韦恩堡 这个地方正是在上回被铁皮撞破的车行 而在外边正是救护车 这时候铁皮呼叫救护车 表示 救护车 你搞定了吗 救护车说 是的 我终于获取了你们的坐标位置 铁皮表示 那你就快点开始挖吧 救护车说 没错 你们就在这个下面 然后这时候铁皮是手中提握着财子和Jimmy 告诉救护车你要快点了 因为在前方是有这么一个倒计时 还剩1分59秒 救护车表示 没错 当地的警察也要过来凑热闹了 铁皮问他们还要多久到 救护车说 你肯定不想知道铁皮 那么你最好能够退到安全距离之外 铁皮表示说 不行 那么当你挖穿的时候 我要确保我的全新影像有足够的能量 可以把他们救出去 救护车表示 好吧 而在另外一方面的布莱斯尼亚 警车这个时候是已经赶到了战场 警车一边是火力倾斜 一边命令自己的部下马上撤退 因为叶利天这个时候能量饱满 此诚不可与之争锋 另外看起来叶利天应该是没有长距离的融合炮武器攻击 而且如果没有人配合的话 没有人将他持过 他是不能进行一个枪形变形 发挥出枪形的威力的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只管撤退 他是瞄不准咱们 然后咱们再司机进行一个攻击 而这个时候他是告诉废权 你也给我撤退 而就在当他们撤退的时候 威斯尼亭又使出了自己的口吐莲花 进行一个向外的一个火力的一个猛喷 这个时候秦天柱是呼叫警车 说警车 警车 警车也是非常的吃惊 说大哥 我以为你已经死掉了 秦天柱说差点是锁掉了 我多亏了小滚珠 他是在关键时刻帮了我 他把我的高级工程 是储存在了拖车的辅助系统里面 这样才骗过了威斯尼天 听我说如果十三号矿和塞尾塞尔坛 上的超级团块是一样的话 他们都有一个弱点 而这个弱点是威斯尼天不知道的 这个地方咱们稍微的解释一下 大哥所谓的十三号矿的超级团块的秘密 就是之前咱们在狂蜂沙里面曾经提到过 在狂蜂沙的第四季 当时前楼大哥是对战与战盟的雷翼 雷翼就是使用这样的超级团块 进行一个能量的提升 这个能量块可以使你进行一个功力的大涨 那么可以几倍的一个向上翻的这么一个能量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如果你在短时间之内进行一个集中的使用的话 它会进行一个快速的衰竭 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及时的补充 你将会变得手脚无裂瘫软下去 而这个时候正是你病的时候 那么所谓这个趁你病要你命了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一个缺点 而大哥说的威廉天当时是没有在这个战场 他应该不知道这个秘密 那么这个时候警车是这个收到大哥的这个秘密 大哥告诉警车众人 是这个让这个威廉天别闲 让他这个疯狂的这个消耗能量 而这时候警车是问大哥说 如果红蜘蛛和他们的小队已经消出这个缺点了呢 那么大哥跟他说 说那样的话呢我们肯定就死定了 画面一转来到了宇宙当中 正是方舟三十二号 这个时候叶巡收到热迫的消息 叶巡说啊你想离开战场 这我得给记录一下啊 热迫就是说说你就别给我取笑了 那么你赶快把我这个传输到方舟十九号 然后当我放下这个包袱之后 然后再把我传输回来进行一个作战 那这个时候叶巡说说你要进行双轨道调别 你确定吗 那我说没错啊确定啊 那么你快点麻烦的 好叶巡说我需要点时间锁定啊 你给我点时间 正在这个时候的后方是传输过来两架战机 正是这个把天舞部的这个skyworm 闹分天和这个金天雷 而他们刚一出现就发现前方是有这么一个目标 是立刻进行一个开火 表示一定要将他宰了 画面来自来到这个韦恩宝 而这个时候这个铁皮是让这个旧车的加把劲 因为还有35秒钟啊 旧车这个时候是挖穿了地下室上方的天摇板 是看到了下面的铁皮的全息影像 以及晕倒的财子和Jimmy 而这个铁皮全息影像也是这个增加能量 那么使自己身形变大 是将这个财子和这个Jimmy是拖出了一个地下室 而这时候时间是仅剩了18秒钟啊 旧车的全息影像是抓住他们二人 而现在时间还有11秒钟 旧车表示说铁皮你也得马上离开这里啊 好画面也转 这个时候旧车是立刻急转 那么准备离开 时间还有7秒钟 而铁皮的话 立刻向后进行倒退啊 时间还有4秒钟 2秒钟 而这个时候身后赶来了警车 在最后一刹那是前方的这个车场进行一个爆炸 而这个时候画面再次来到布莱斯尼亚 那么他们几个人的话是向这个威廉天进行一个火力的提开啊 威廉天这个时候仿佛就是浑身全是劲 表示我根本就不出这个是向他们冲来 而这个时候警车是联谊大哥秦天柱 秦天柱秦天柱咱们挡不住啊 十三个框的副作用没有任何的影响 而就在这个时候 秦天柱大哥是在了威廉天身后出现一双蓝蓝的大眼睛 威廉天是没有想到居然秦天柱没有死 秦天柱是拿出了自己的火炮 向他的面部进行个攻击 表示威廉天你给我去死吧 那正东方热泼用自己的身体是保护着这个复制啊 他的后背正在面临巴哈天和两架飞机的同时的攻击啊 这时候热泼是联系叶群说叶群赶快把我传输走啊 而就在这个刹那叶群也是直接将热泼和复制人的话是及时传输走 画面也转 这时候空中的飞机正是巴哈天火的惊心雷和闹三天 他们表示哎怎么走了还没玩够呢 而这个时候威廉天也是倒在了地上奄奄一息啊 表示这还没玩啊我还能接着打 而就在这一刹了威廉天是感觉浑身无力啊 手脚多没劲一下是跪到了地上 而这个时候他也问大哥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他人我跟他说是很不幸啊 威廉天你想的力量是有代价的 而这个时候威廉天实在是白思不得起起啊 这个时候中期的人表示干掉威廉天 而威廉天就表示闹翻天快打我离开这里 我浑身没劲啊 闹翻天也是立刻收到是从上方进行呼叫而过 威廉天进行一个枪形的变形 那么是跑到了这个闹翻天的这个舱盖里面去 闹翻天是把他继续一个救的 并且继续一个瞬间移动离开啊 而这个时候中期的人发现大哥并没有死 也是喜冲望望 但是大哥这个时候已经身心疲惫啊 警察这个时候一把抓住了大哥 说大哥您没事吧 大哥表示威廉天刚刚差点的 完全损坏了我的活种舱 我需要我们立刻进行修复舱继续一个修复 另外这个复制人怎么样了 警察是联系热泡 问热泡有没有抓住这个复制人 而这个时候回话的正是这个叶巡 警察问说热泡在哪 叶巡说刚刚那个热泡受到了攻击 他是受伤严重 正在这个修复舱里面进行修复 这个时候警察联盟问道 说那个复制人怎么样 而叶巡表示 那个复制人是被炮火击中 实在对不起他是完全凉凉 BBQ了 画面一转 再次来了委员宝 这个地方仿佛是战后的废墟一片 这个改造车场已经完全变成了废墟一片 而在前方是瘫倒的铁壁 还有一些被炸成粉碎的警车 这个时候救护车是停在一旁 远看前方说这个怎么办 真是一团糟啊 飞猫腿和铁皮下一个还会有谁 而这个时候在救护车车舱里面 是晕倒的Jimmy还有才子 而在才子的手中正是一个名片 上面写的M M这个单词的话正是Machination 天谋会的首字母 画面一转来到了弗莱雅州的Tampa市 这个地方正是天谋会的大围营之一 天谋会就是萨克巨人 安插在地球上的傀儡组织 两个西装革领的人 是掺着一位穿着浴袍的年轻人 这个人正是工程 而前方的弹钉是整个组织的这么一个附织人 弹钉正在向萨克巨人头部进行一个汇报情况 说这个人已经成功的同化升级操作 工程说说我怎么了 你们是谁啊 那个人是谁啊 而这个时候萨克巨人头部开始说话 新的 治疗催化剂已经超出预期的效果 既然这样 那就开始量产了 工程表示你们要把我怎么样啊 丹丁说说你 你没事 你自有用处 但是我想凭借这次的重建 你应该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天谋会里面 重新充当一个分子 就是工程一回头发现身后的是有大量的 没有头的飞猫腿的身躯的复制品 画面一转来到了华盛顿客区 这个时候是夜幕之下有一栋非常大的建筑物 而在里面是灯火通明 有一个人走进来是表示已经确认了 那个是阿库林少校 我们在扎尔基的联系人 这个地方提到的扎尔基 就是咱们前面讲的一个布莱斯尼亚的首府 然后他走到前方 在一个大洞的上方啊 是表示说这两个东西也是个问题 咱们进展怎么样 而旁边一个人跟他说 让我看看这个天眼会在尤里卡市的挖掘工作 已经提到日子上里面来了 我们并不希望有任何的拖延 而这两个东西的话 仿佛一个比一个活跃 而在这个大洞下方的正是这个 Laser Big 激光鸟和这个Ravid 机械狗 而这个桥子我们可以参考 我之前讲过的一个声波传的最后的结果部分 画面一转来到了俄勒高州 霸天虎的指挥基地 这个时候基地大门打开 从外面走进来 正是气势凶凶的威震天 Megatron 威震天表示这次是奇耻大主 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既然青年柱已经召集了援军 我也要增派人手 大火车给我把六面兽给我招来 大火车说什么 六面兽 您不是当真的吗 咱们现在应该用不上它吧 难以想象啊 霸天天跟他说 我不想有任何的争论 让它来毁灭这里的一切 而画面一转正是六面兽 以飞行的形态 进行一个宇宙里面的快速行进 画面一转来到了一个 如末世般的星球上方 这个星球的名字叫做Mumu Obscura 中文翻译什么Mumu Obscura 一个声音说道是地球 一旦六面兽参透了那个星球上面的天机 剩下的就全都交给我们收割者来处理吧 好那么此为何说就到此时候结束 那么自此咱们已经讲完了六本书升级行动 每本书真的是非常精彩 而且是承接之前讲过的渗透行动 这是一个连贯的故事 下回我们将继续讲英雄传的另外一本书 正是Sixshot的六面兽 那么也会进行一个这本书的一些疑问的一些交代啊 就是六面兽为什么会来到这个Mumu Obscura心上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章回 我们也非常期待 好的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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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